黎巴嫩呼叫器跟对讲机集体爆炸事件 引发了各界对于电子产品的疑虑 中国的社群媒体近来疯传了一支被断章取义 声称苹果iPhone被远距离引爆的影片 虽然苹果跟中国的官媒都出面辟谣 不过还是引发了民众的恐慌 美国CNN也找到了13年前 拍摄这支影片的美国科技网红 证明iPhone并不会无端刺激爆炸 警报声响起 男子压低声区按下按钮 下一秒 手机喷出大量火花 部分萤幕碎裂 侧边也炸出洞 这是美国科技网红十多年前 测试自制的爆破设备 拿iPhone1试验的片段 如今这段成年影片 却被加上惊悚配乐和文字 在中国社群平台爆红 里巴嫩呼叫器跟对讲机集体爆炸 引发各界对电子产品疑虑 中国就有网红断章取义 散布iPhone被远距离引爆的片段 引发恐慌 甚至激起爱国主义 有中国网友就宣称 想要保护自己生命 就要使用国货 虽然苹果很快出面回应 如果存在远距离引爆疑虑 iPhone不可能通过审核上市 中国官媒也出面辟谣 影片依旧在网路上疯传 CNN找来当年影片中的科技网红 证实了爆炸能量其实是来自高压脉冲器材 专家指出爆炸需要能量来源 手机目前最大的风险还是电池自爆 威力也有限 而且iPhone生产线大部分就在中国 也受到严格监控和审查 呼吁民众谨慎面对未经查证的网路讯息 别轻易上当 邱凯文编译